花蓮吉安有一辆饭店接驳车 往饭店回程时候呢 疑似天雨路滑 车辆失控打滑 撞上了分隔岛 撞断路灯 更冲进了路边的槟榔滩 造成槟榔滩的员工 以及小巴驾驶两人受伤 车头严重扭曲变形 驾驶人就卡在车内 一动也不能动 急销人员随机出动救援 好不容易拉开车头 才将人给救了出来 接到我旁边 然后就刹车 然后他就突然往那边撞 又往那边撞 然后就变这样子 路边槟榔滩也受到波及 丝高下午两点半左右 一辆饭店接驳小巴 送完客人返回饭店途中 经过花蓮吉安南冰路一段 车辆突然失控打滑 先撞上分隔岛 撞断灯杆 最后又冲进路旁的槟榔滩 事故现场一片混乱 就连水管都被撞破 小姐在他的后面 然后他也以为他差点要撞到他 所以他先那个 这个客车先撞到那个杆子 那时候里面有人吗 那现场是一名 那个游览车驾驶受困 那现场有波及到 那个附近冰榔滩的一名店员 那那名店员是 插座商有自行送医 冰榔滩铁皮屋都被撞凹 险见撞击力道有多大 也造成一名冰榔滩员工受伤 至于受困车辆的驾驶 抢救三十分钟后脱困 腿部开放性骨折 小卷台风逼近 也为花蓮带来风雨 疑似是天雨路滑 车辆自撞 至于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 目前都还有待警方调查明清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